但是我想说 施曼今天站在这儿 也绝不仅仅是靠过往的那些 比较令人难过的经历 来赢得我们的理解和同情 因为他不仅仅养活了这一家三口 他还让自己走出了一条新路 因为大家注意看 他从2017年开始 做了一个舞蹈工作室 我想问问 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开始学习舞蹈的 因为我送我弟弟 供他读书的时候 后面我看他们学校那些 学生也跳舞跳得很好看 所以我就让我弟弟也去学舞蹈 还有我平时在街上 看见人家搞商业那些女孩子 跳舞就特别羡慕 后来我就也自己去偷偷去学 自己自学 自学 因为不舍得花钱 然后最近我身体也不好 因为我是早产 从小就体弱多病 我那时候只有76斤 后面我就自己在家里 做服务生啊 各种锻炼 就特别特别羡慕别人会舞蹈 然后我就鼓励自己去学 但是始终自学 肯定学不到真正的精髓和要领 你后来有报名花钱去学吗 有 后面我就花了八千块钱 就是自己一次攒几百 攒几百 攒了差不多两年 后面就去学舞蹈 然后我就考了个教练证就出来了 你这课是怎么上的呢 这课都是白天打工 有时候晚上下班 差不多到八点钟赶去上 上一个小时 剩一个时间就自己在家里练 别人一个星期可以上五节课 我最多只上两节课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时间 因为我拼时间都在打工 就是在家里自己练 然后就自己开工作室了吗 没有 后面就找工作室 还有健身房带课 然后慢慢地磨练自己 带了两年课 我才自己开的 我想知道 诗曼 你作为老师 你的学生对你有什么评价呢 我的先生说 上课的时候 非常严格像个女魔头 然后下课 像个女魔头 下课之后就像个小孩一样 你现在规模是怎么样的 多少人 我开了四年了 现在有差不多两百多个学生 现在的收入大概怎么样 我那个规模搞得小 就是一个月好的话 有三万块钱 不好的话也有一万 挺好的 你这工作室弄起来也不容易吧 因为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没开的时候 然后我说我要开工作室了 然后就是外面带空那些血缘就说 老师你开 你开 到时候不管多远 我们都会过来给你报名 等我真正开的时候 一个血缘都没有的 都不会过来报名 你有反思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有 开了我才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 你在哪里开 只能去找你周围的人 太远了人家不会过来 那是最难的时候 后面就跑去学校门口啊 街上啊 到处去发传单 经过努力 然后就找来了第一个学生 后面慢慢地就陆陆续续 就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三个 就是坚持下去 后面慢慢地就学员越来越多了 挺好的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 全是你过去的一些经历 我特别想知道 在你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一件 让你特别开心的事情 有 哪一件啊 就是有些男的 其实他是想来追我 又不敢追 然后就变成邪言 就来报名 报名 然后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就叫他做体能 被捏到 然后一直跌着 趴着出去 那种是最开心的 然后也累着笑到地上 然后把所有的学生 都给带动笑起来了 那是最开心的 还有就是 学员他们都很乖 很认和我 你看杨蓉这种性格开朗 天性乐观的人 永远都能够问到 我们求职者内心 最阳光的那一面 我也想接着他这问题问你 是不是在你的学员构成当中 追求者占了一部分 也是稳定的课源啊 有 有五六个男学生 他们现在这个续课率怎么样 挺积极的上课 挺积极的 好 你听我的 咱们继续保持单身 继续保持单身 好 舞蹈老师 我们知道了 主播您做过吗 我在快速上播过几天 那是我上课的时候播的 我那些学员就说 老师你长粉丝了 你就播试试看吧 后面我就试播了几天 结果试播了几天 就像当年他们忽悠你开工作室一样 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对对对 他们也没变成粉丝 我发现啊 都害怕教练忽悠学员 现在发现了 从人家教练的角度来反馈 学员最能忽悠教练 我明天没问题 教练 我明天下午一点半 一定过去上课 然后等到明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跟教练说 教练 我病了 我这个特别难受 然后教练说 你难受是吧 那我问你 你一个人点那么多肉 你吃得了吗 教练你在哪 我就在你身后 这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真实案例 骗人家教练能去 然后第二天中午呢 自己想吃火锅 结果没想到教练 就和教练的朋友 坐在他身后你知道吗 被教练当场戳穿 所以说学员们也不要辜负我们教练 对你们的认真 来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我们的各位企业家 根据于诗曼第一轮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了 他今天来找的是 舞蹈老师和主播的岗位 我还有一个问题 那你这个工作室 现在是遇到什么平静障碍了吗 为什么要来找工作 不开了吗 因为这个 是我跟朋友合合做的 我想出来找一份工作 再让自己更加成长 多写点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企业家们对于诗曼的第一印象 怎么样 请 谢谢 祝贺于诗曼 十二盏灯一起为你留下 好 别说